大家好,我是阿光 夏天,我们要多吃丝瓜 今天用丝瓜,分享一道好吃的下方菜 这样炒出来的丝瓜,翠绿不花黄 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刚成菜地里面,摆回来两条长丝瓜 把头尾够切掉一部分 然后用削皮刀去掉外皮 现在是丝瓜大量上市的季节 也是一年当中最好吃的时候 丝瓜含有丰富的水分,以及上食轻微 还可以促进长到柔动 其实,丝瓜皮还可以泡水喝 丝瓜皮全部处理干净之后,我们再来改下刀 首先把丝瓜对半切开 今天的丝瓜特别的鲜嫩 丝瓜仰,我们也不需要去掉了 像视频中这样,硬斜刀把丝瓜切成0.1厘米左右的厚片 这里我们尽可能的切捐远一些 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 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 把切好的丝瓜放在准备好的碗中备用 丝瓜要想不滑黑 我们要提前添加一个步骤 往里面加入一大勺的白糖 撒出丝瓜里面的水分 我们在炒制的时候就不会汤汤水水 产品的发拌均匀,放在一旁腌制10分钟左右 接下来准备一个空碗 往碗中打入几枚鸡蛋 鸡蛋也不需要太多 撒到四个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简单的准备一些派菜 准备几粒去皮的大蒜,先切成薄片 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 喜欢吃辣椒的,我们再准备几个小米椒切成小圈 不喜欢吃辣的,就不要放 全部切好,和蒜末放在一起 接下来准备几根清洗干净的香葱 把葱白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段 切好,放在小米椒一起 食材准备好 我们开始操作 起锅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温烧热以后,把鸡蛋倒在沟中 今天的鸡蛋不要划散 像视频中这样,开小火慢慢的煎制 这里我们要不停的放动一下锅 这样可以防止炸锅 同时还可以使大饼收益更均匀 大约两分钟左右 我们就划过来煎另外一面 我们要把两面都煎至金黄 这里我们稍微的多煎一会儿 把鸡蛋煎至定型,煎出香味 煎至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 把煎好的鸡蛋放在案板上 接下来我们再来改一下刀 像视频中这样,把鸡蛋先切成小条 大约在两根分左右 然后再转过来切成小方块 大约也在两根分左右就可以了 把切好的鸡蛋放在准备好的盘中备用 时间差不多了 现在的丝瓜也已经腌制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腌出了很多的水分 丝瓜经过腌制以后 还可以去除里面的苦涩味 这里我们千万不能加食盐 不愿意的话 腌出来的丝瓜远塌塌的 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下手抓拌均匀 把表面的白糖清洗干净 清洗完之后 我们再硬力拧干水分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这样处理以后 丝瓜方便入味 而且炒出来也不会汤汤水水 全部处理完之后 放在大碗中 接着往碗中 加入一勺花生油 然后下手抓拌均匀 使丝瓜的表面 都能够裹上薄薄的一层花生油 这样可以使炒出来的丝瓜 翠绿不花黄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食材准备好 我们开始操作 起锅 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然后下入切好的葱蒜小米椒 开小火煸炒 炒出食材的香味 下入处理过后的丝瓜 这里我们要开大火 成分的芳草均匀 把丝瓜表面的水分炒干 很多人在炒丝瓜的时候 喜欢用焯水的方式 其实焯过水之后的丝瓜 营养很容易流失 而且口感也会大打折扣 像视频中这样 我们补上少许的食用油 成分的发草均匀 这样可以使丝瓜的口感 更加的爽口 而且不容易花黑 这也是饭店不外全的小技巧 全程开大火 大约翻炒20秒左右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鸡蛋 也倒在沟中 下面我们简单的调下味 加入小半勺的食用油 小半勺的鸡精 其他什么调味料 就不需要添加了 成分的翻炒均匀 把调味料炒至化开 炒丝瓜 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调味料 像视频中这样 我们再次翻炒均匀 把调味料炒至化开 丝瓜里面加入几个鸡蛋 不情丰富了口感 同时还增加了营养 把丝瓜和鸡蛋 完全的融合在一起 最后我们再把切好的葱段 也加在锅中 再次翻炒均匀 把香葱炒出香味 绿色的丝瓜 搭配黄色的鸡蛋 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 稍微的翻炒几下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一道饮料又美味的 丝瓜炒鸡蛋就这样做好了 不管是印来下饭 还是下酒 都非常的不错 主要是饮料 特别的丰富 如果你也喜欢 就赶紧收藏起来 做给自己的家人尝试一下 像这样炎热的夏天 不要每天总是大鱼大肉 我们要多吃一些丝瓜 这样对身体好处多多 像这样做出来的丝瓜 不管是印来 找到客人 也是非常的有面子 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 厨房小白都能够轻松的上手 这样炒出来的丝瓜 翠绿不花黄 如果今天的视频 对您有一点点帮助 就麻烦点赞收藏 留言并转发出去 今天的视频 就幻想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